这也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,照虫又照人的原因,文章介绍道,追春因头部狭长似追而得名,成虫体长25毫米左右,土圆形,胃部间或平,似黑或暗鹤,腹部侧圆有红或黄斑,追春的幼虫和成虫都会吸食人血,因为专门兵养人的面部,喜欢寻找皮肤较薄的区域下口, 熟唇部,碱碱等,所以也被称为肩蚊虫,头部成追形,追春是每周追虫病的传播媒介,需对每周追虫病,在全球的扩散引起重视,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在2012年发文介绍,每周追虫病在临床上可引起心脏,消化了及外周神经系统改变,病死率较高, 随着今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,人口流动频率增加,这一疾病也由每周,开始向亚洲扩散,2011年开始向全球扩散,本病的传播有两种途径, 一是通过患者或储存宿主追虫人的方式传播,另一是通过储蓄传播,母婴垂直传播,或在器官移植及实验室意外等情况下发生传播,目前至少有40种已知的吸血追虫可能造成本病传播,不同种类的追虫,此外,追虫病的隐秘性极强,隐秘期长达20年至30年, 追虫病缺诊率低,没有疫苗可以预防,并且到病程滥期没有特效的药物,因此,有血者甚至把他称为新型艾滋病,再看一眼,见过他们吗? 而追虫在广州被俗称为牧师王,经广州市疾控中心了解,该去都各区都有市民见过类似追虫的昆虫,有被叮咬的案例, 2016年,盛德就发生了首起追虫兵咬人事件,放大进就位,抓到追虫可领前,追虫大多藏身于墙壁或木居物件缝隙等地, 比如旧木屋、花盆堂,以及在龙佳勒的木堆堂,在夜间回外出活动,晚上,再有林地或田野的叙射,集窝等处,也易于发现他们的踪影,白色为追虫的卵, 广州市疾控中心表示,通过此次调查,希望清晰了解追虫在中国的分布情况,配合相应的措施,争取将为害价的最低。 如果居民们看到追虫,请拍照后用矿圈水平,或其他带盖容器装好,记好采集时间和地点,如2018-0626,22点,海珠区海床间,30号608宝,联系所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, 如若确定为追虫,疾控部门将提供每至8人的奖励金和健康咨询服务,如何预防? 根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给出的建议,追虫病的主要预防手段如下, 一,改善居住条件和房屋结构,如在建筑物的墙面图敷石灰等涂料,修复和更换屋顶等,或室内喷洒杀虫剂,可防止追虫在室内滋生和栖息。 二,尽可能消灭动物储存宿主,旅游者应避免在简陋居所睡眠,可使用蚊帐或杀虫剂。 三,未避免输血传播,血库应进行血液的客室追虫血清血检查。 一颗的书写前24小时于血液内,加入1比4千的龙胆子以上面追踪。 另外兑现血者,器官提供着其孕妇应及实行血清血检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